尊敬的 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这几节课 一起学习 四十八院讲记 的第十八院 这一院大院的核心 我们从师长的教诲 可以感受到它的重要性 这些重要的教导 让我们少走弯路 少走错路 像这一院 师长有说了 像在七十页 最后一句提到了 三倍往生 都是要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这是敬业阵营 有很多人 好像也发了菩提心 一天到晚 拿着念诸 念阿弥陀佛 为什么没有往生 是不是这部经 有问题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看清楚 才不至于产生误会 不能是自我感觉的 才不至于耽误自己 这一生的修行 开头经文还没讲 拿着上这一段话 很重要 这一段经文 我们要仔细看 一个字 都不能疏忽 好 我们看八十页 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一段 八十页第二段话 我们学佛 要符合经上的标准 不是符合自己的想法 有同修 也是说到了 我觉得 我是根俗的众生 他自己觉得是根俗的众生 那可能是他的感情 觉得 细细观察 他还很喜欢玩很多东西 玩电脑 玩游戏 一下就被遣走了 不能自拔了 可是他也觉得他是根俗的众生 所以不能 还没有证阿罗汉以前 不能轻易相信自己的意思 老师在菩提心灌注在生命中 说了 相信自己的意思 可能促成大错 所以以经为标准 观无量寿经 说了 伟提西夫人 求生极乐世界 佛险 佛陀我先告诉他 静业三福 第一福 仁天福 效养父母 奉事师长 慈心不杀 修十善业 这才符合善男子 善女人的标准 那我们冷静想想 我们不再静业三福 第一福下功夫 那不孝清尊师 不修十善业 那不修十善业会造十二业 那极乐世界是净土 心静佛土静 我们最近跟大家 一直在提两个字 叫相应 那边是净土 我这边都在造业 那怎么相应 所以净土中常常讲 随缘消旧业 不再造新秧 他是向道的人 他也是期许自己 不要再造十二业了 造十二业 那不是轮回心 造轮回业吗 师长强调 轮回心 修什么样的法 不能往生 所以这个第一福是修行的基础 我们才能慢慢 不是说一下子十二业都没有犯 努力有个过程 深处转熟 熟处转身 但是有一点很重要 他的恶是慢慢越来越少了 不能修了老半天 恶还是很多 那要小心 恶造完了 恶业恶业 造完之后是有业力的 等到业力现前 地藏经提醒我们 业力甚大 能敌虚迷 能生俱海 能藏甚道 我们观察一下时间 业力现前 家里发生重大变故了 哇 心都慌了 这业力现前 有时候感觉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他业果已经形成了 没有办法转 所以何不于强健时 努力修缮 愈何待乎 不能等到这些夜报现前 这个夜报还没有成熟 都能转 万德鸿鸣 能灭重罪 果能一向专念 自然构胀消除 随着一生一生的佛号 不但道心纯属 且可福会增长 所以老实念佛 重要 昨天有听到 这个少喝 甚至最好不喝 那个代堂的饮料 有一些研究单位 都蛮权威的 研究 好像快 十八万人次吧 就是喝很多这些代堂饮料的 得老年痴呆症 比例高很多 所以女主人 法的官很重要 哪些东西放进冰箱 而且这些东西 可能是业果现前的真上缘 还是喝天然的东西 吃天然的东西 有建议多喝果汁 当然这里要补一下 虽然要多喝果汁 也要看每个人的体质 不然大家一听很激动 陈德华是说喝果汁 就拼命喝 喝到这个 身体太寒了 这不行 所以现在讲什么话 方方面面要考虑到 不然呢 我不杀伯仁 伯仁因我而死 我没有害他之心 但是这个话讲得不够周全 搞得他出情况 你看有一阵子 也说生机饮食很好 确实有他的道理 可是不能忽略了 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我现在感觉一激动 好心办坏事 太多了 比方吃什么 吃一吃 苗条很多 到处劝人家都这么吃 你说他好不好心 可是请问 对方的体质跟他一样吗 他还拍着胸脯 这么吃 保证苗条 保证健康 到时候吃出问题来 这个富不富因果 所以我们现在 面对事情 不能激动 一激动 人体 身体 就是寒热的问题 你不能一激动 你觉得这个很重要 一激动了 讲话 不照经典讲了 不照皇帝内经讲了 这可不行 风寒 属丝 这寒热只是其中两种 它有好几种情况 你一激动了 以骗盖拳 会误导人 我也见过忠医师 我说还是要 依法不依人 依皇帝内经 为老师 我们用佛门的角度来看 皇帝 齐伯 这些人都是入了一定境界的 不然你看 人体这些穴道 三百多个吸道 大家想一想 连现在的仪器 都测不到 不容易测 它存在 你说 它不是用仪器观察出来 它怎么观察到 它没有甚深的禅定 它能看到这些东西 不太容易 能讲出来几千年印证它都是对的 它都是真理 这个没有在进入境界当中讲出来 不太可能 那 我跟这一位医师探讨 我说我们还是 师医法 其中的医法不医人 那他跟我回了一句 我以病人为师 大家听有没有道理 你假如是生病的人听到这些话 痛哭流涕 哇 这个医生 哇 这个医生 以病人为师 被他感动的不行 别感情用事 请问大家 他所看的病人有多少 他能很关注病人的实际情况 这个是可贵的 就像我们讲经 气礼还要气机 气机是考虑众生的根性 接受度 看病也是一样 你要了解他的客观状况 但你所运用的 都要是跟皇帝内经相应的医理 气礼气机 一说以病人为师 那他所看的病人有多少 再来 病人你给他治疗了 他现在有好转 代不代表一年之后有好转 十年之后有好转 还是现在好转 可能你把他的阳气都掉得太厉害了 可能他两年之后猝死怎么办 不论现行而论流避 不论一死而论久远 不论一生而论天下 所以师长 讲他最佩服孔老夫子的八个字 那这个不是在当老师 要守这八字 各行各业 医学界 商业界 为什么 每一个行业都有菩萨实现 都有留下不可以改变的道 你看论语 领导人不能违背这个道 哇 君道啊 汤曰万方有罪 罪在正宫啊 这是我们这个姚孙与汤这些圣王相传的心法 你到现代的你不能改变这个气场则妖心啊 你一改变了就偏掉了 老师有师道啊 商业界有商道啊 医学界有医道啊 不能乱变啊 所以佛要灭度之前特别交代四一法 这个临终前交代的话 重中之重啊 涅槃经好像就这四一法有开解啊 尤其处在末法啊 邪师说法如横河沙 没有医法不医人啊 不被邪师拉走啊 很难啊 这都是我们要建立的 修学的正知正见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啊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 没有正阿罗汉以前不能相信自己的感受啊 想法看法要依经典啊 这个在四十二章经 其中有一品经就讲到这个了 甚物信如意啊 如意不可信啊 我们的我执还没放下 想法看法都从我执出发出来了 会感情用事的啊 一经典标准 所以观无量寿经 这五经一论是标准的 要先修三幅 尤其是第一幅啊 我们在这一品经 师长也教导 正住双修 正修是念佛 祝修 断恶修善 鸡公雷德 这个是祝修了 而 这一段经文强调的 至兴性要 这个就是标准啊 至兴性要 我们要好好一心 不怀疑 很相信 很欢喜 最欢喜的就是这一件事 性要啊 来念佛啊 好多事情都能把我们 念佛呢 这心啊拉走了 没事干的时候 来念念佛吧 那这个 跟至兴性要不相应了 黄念老说要把念佛当第一啊 真的冷静想想啊 太有道理了 这个最近啊 跟同学啊 在一起学习试书 所以不好意思啊 这个前段时间感冒了 还没有完全恢复 又有教学任务啊 所以我们 无量寿经白话节跟 寻书制药课程呢 停下来 这个啊 要跟大家致歉啊 阿弥陀佛 那这个试书的内容啊 确实还是蛮重要的 这个可以啊在 跟大家呢 做探讨 提供给大家 做参考 哦 里面提到了 里面提到了 要定尽 安律 得 知子 而后有定 哎 这个用在我们念佛法文 还有味道啊 知子指在哪 指在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我立了这个愿呢 代表啊 我现在啊 就好像你看到目标了 你走的每一步路是往这个目标走的啊 那代表 我的起心动念 一言一行 为了什么 为了 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叫知子 哦 有定啊 你定在这个志向啊 师长 这 当面指导我们 要指于西方极乐世界哦 后来自己想一想 现在外面的诱惑啊 财色明是碎啊 比起一百年前啊 多少倍啊 哇 不好算啊 光是一个手机就不简单了 就不好算它的倍数了 假如每天我们还在想想 很想很想吃吃这个 想尝尝那个 你说要定在哪 最近换季了 这衣服挺好看的 去看看吧 有时候我们都想 看一看 十几分钟而已 这边十几分钟 那边七八分钟 你一天不就这么过去 我现在觉得一天太快了 不只是这个感觉啊 那一个月过去也是快得不得了啊 2023年呢 今天是夏至了 都快过一半了 这个佛号有没有越念越多了 正念有没有越来越提得起来了 你外面这些东西 我钱变多了 这个都带不走的 要努力带着走的啊 不能瞎忙这些带不走的啊 而且说实在的带不走的太多啊 会变成累赘啊 哦 这个 最近 这个回到南比德 这个我以前 有一些用品啊 都搬回来房间里了 哇 那么多东西啊 我都觉得是累赘啊 所以这个很惭愧啊 你看人家佛陀那时候 三一一搏 哇 多自在啊 现在出了家了 向上出家了 都没有体会到佛 当时候的精神啊 难怪老阿尔说 你学佛啊 你要认识释迦牟尼佛啊 不然你会学错啦 这些表法 对修学 像对我们出家人太重要了 随时拎着就可以走 没有累赘啊 看到一堆东西 一个头两个大 哇 这个怎么往生啊 所以 现在人家送的东西啊 都不入库了 马上要转送出去了 现在有的 赶快送走了 当然送也不能是应付的送 是吧 送还是要符合 群书制药的精神 是吧 群书制药有赏有罚 你赏 你送东西了 所谓无功不受禄啊 你不能乱送 你不能 没有付出的送一堆 有付出的都忘了 哇 这人心不疲啊 所以 连送东西啊 心中也要有群书之药 啊 心中也要有佛法 啊 叫面对境界要清楚啊 哎 那送东西是不是境界啊 啊 也不能稀里糊涂的送啊 啊 啊 今天 也跟大家探讨到了 哎 我们知指了 指在哪 指在极乐世界 指在明明德提升自己啊 指在清明利益众生啊 啊 利益仁明啊 那 定静安律得 哎 你 思律了 正思维了 就会有所得 是因为你的心是处于啊 定静安的状态啊 你 你心很安的时候啊 我们说安住当下 你一接触人事物 你会有所领悟 哎 好像这些人事物都在给我说法啊 哎 感觉今天呢 挺有法喜的 哦 因为你的心一安啊 你接触外境呢 你的决性会起现些的 你会关照啊 哎 你一洗手了 哎呀 不能浪费水啊 你看 你自己在这些境界当中 越来越节俭 这是不是自受用啊 是明明德啊 你在洗的时候 哎呀 现在好多地方啊 连水都没有啊 哎 你起了怜悯的心啊 哎 我审下来啊 我的福报愿意给他们啊 哦 所以这个捡呢 捡尽人呢 且捡接尽人德 啊 因为捡我的这些享用啊 去帮助疾苦的人呢 是养德啊 啊 捡对自己呢 捡以养连啊 啊 哦 捡捡的人 考虑事情啊 有后啊 哎 我现在捡捡一点 可能以后家里用得上啊 以后别人用得上啊 你看海贤牢牢牢上 种东西都存在那里啊 他很捡捡啊 最后救火很多人啊 你看 刚好遇到 那个灾荒啊 好多人吃不上东西 你看 这些东西统统派上用场了 你的性安定的时候啊 你一接触 哪怕洗个手啊 你会有领悟啊 律而后能得啊 哎 你得到 提升自己跟利益他人的 方法啊 我要省水啊 我要省电啊 那我们 看一下 假如今天 你心烦意乱的 也没有安 心没有静 没有安 你在洗手的时候啊 刷刷刷水龙头开的很大 你都没有注意到啊 浪费很多水啊 更不会去想到说 省水给别人啊 你在那里想 哎呀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同样洗一个手啊 有些人积功累得了 有些人造轮回业啦 所以老和尚常说 你会吗 会不会修行啊 那今天我们在静缘当中 心都是安的 面对静缘考虑事情 应对静退的言语 都得当 那是要在心是静安的状态啊 你面对静缘你会思维啊 你才会去应对静退啊 是吧 你心很安啊 看到同事的表情 他需要安慰了 你就有这个思维了 你就及时给他安慰了 假如我们的心还在生气了 那谁需要啥根本看不到啊 所以心要能呢 静得下来 要能安住当下 我们面对境界的思维 才是正思维 不然是散乱的思维 带着情绪的思维 最后去处理事情啊 越帮越忙 所以我们这么一分析下来 什么要排第一啊 念佛 你念就没有忘了 我要去极乐世界啊 念着佛呢 心定了 心静了 心安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忘念少了 真的有事来找你了 你去办事了 一考虑事情 非常灵活 思维 都跟佛法相应 都跟佛法相应 不能为了做事而做事啊 是为了修行而做事啊 是为了自立立他而做事情啊 是为了积累往生的质量而做事情啊 所以我们分析分析啊 念老说的要把念佛摆第一啊 这是大智慧 我们不照着做啊 我们 我们 这个 生活当中的恶性循环呢 跳不出来了 你很很希望把事情解决了 但是呢 你思维事情不是在 定静安的状态了 那当然 处理完啊 又延伸出副作用了 所以老阿尚说的 知识解决事情啊 有副作用啊 智慧解决事情 才没有副作用啊 因为智慧跟慈悲没有分开啊 你智慧启用的时候 会考虑到方方面面的人啊 这考虑比较周详啊 而且用的是真心啊 这个事就慢慢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事情是一报啊 随着正报转啊 今天我们的心里面还有烦恼牵挂 我去处理事啊 很难处理到最佳的状态 甚至 有点着急又讲错话了 前面的努力呢 又有点退回去了 掌握情绪才能掌握未来啊 有时候一去又忍不住了 前面铺垫的又 白费了 忍得一时之气啊 免得百日之忧啊 所以讲话要没有情绪啊 就要多念佛啊 多听经啊 念啊 念啊 多熏悉啊 这个脾气要上来了 突然一句经文就上来了 啊 突然一句佛号就上来了 提醒自己啊 哎哟 这个称灰心赶快调下去了 啊 强者先迁呢 佛号念多了 他很容易就起现形了 听经听多了 啊 这些教诲很容易就可以提起来了 好 那 刚刚跟大家提了 不能随顺自己的感受想法 要以经典为标准 所以自心是一心 一心求生啊 一向专念 信要没有怀疑 啊 最欢喜的是 就是往生极的世界 啊 这个我们要自己检查了 啊 好 哦 而且我们上一次啊 啊 师长老人家 还讲到了 我们一经的标准呢 这一部经好啊 分量不多 很容易受持 八十一页 要把它做到啊 把它变成我们 日常生活行持 这样才是修行 这样的修行法 就是古大德所说的 万修万人去啊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印象啊 万修万人去 一个都没漏呢 哇 那这种修法叫打包票啊 老老上给我们打包票啊 这么修万修万人去啊 那还担杂心啊 就照这样去落实了 那师长说 经不是叫你念给佛听的 啊 念了佛就欢喜啊 那不是这样的 那自己欺骗自己了 佛还要听这个东西 佛不要听啊 是要念给自己受用啊 提醒自己啊 依照经典的教训去做 什么时候做 你听闻了就要去做了 善父口业 不及他过啊 这句话我们很俗啦 那要提醒自己了 从此刻开始啊 不批评别人了 当然对方能接受你提醒他的问题 那叫互念 那不叫批评了 批评是对他有看法了 傲慢称慧起作用了 互念那是 慈悲爱护他的心起作用了 这不一样啊 而且我们呢 放下批评的习惯了 这老儿上有教我们了 怎么放下呢 别人做错了 是我做的不够好啊 还不能感动他 一下那个称慧傲慢的心就转成 自我提升的心啊 而且啊 佛门叫不恶法门 我们都很想入不恶法门了 无量寿经说 余诸众生 示弱自己啊 他的错就是我的错啊 我假如有提醒到他什么了 他可能就不会错了 面对亲戚朋友造成的错误 思维 是不是我前面少做了什么 往往啊 不止不指责了 可能跟他的互动啊 他在那里 哎呀对不起啊 怎样怎样 哎呀是我哪里啊 没有做好了 哎 你是发自内心的啊 对方也知道他错啊 可是你不止没有责怪他 你还反省自己啊 哇那可能对方 他的惭愧心啊 就被你的真诚的反思啊 给出动了 天下无不可化之人啊 但恐我们的诚心未至啊 诚心是诚心啊 向内求 向内反省 他就能出来啊 向外看能过了 这个真诚心就很难 现出来了 好 好 所以师长教导我们万修万能去啊 就是把经典能落实 好 而且啊进一步说 这样修行啊 就是观经所讲的 士心去做佛了 心去做佛啊 工作处事用真心就是做佛啊 所以老和尚 在菩提心灌注生命中 讲到了 你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的心 那生活是念佛 工作是念佛 应酬是念佛 除世代仍佛 没有一样不是念佛 老和尚解了这个念字啊 精心 心上真有佛啊 有一个同修 他就说了 哎呀我最近工作真的很忙啊 早晚订课啊 做不全啊 他问这个问题啊 代表生烦恼了 其实啊 我们掌握的修行的原理原则啊 还是要自己护念自己的 你不能一有啥都要问人了 问人不要问到最后啊 问出依赖来啦 那增长 执着点啊 我们 对不起我们好像 好久没有传统文化学习班 交流问题了 我们看看 下个月看 安排一次啊 我们探讨问题是一个原呢 我们希望借由这个原 你可不能参与的时候 哎呀这个不是我问的 哎呀赶快 待会那个问题才是我了 哇你这样来听啊 越听越执着啊 要怎么听呢 哇这第八个才是我的问题 听到第二个问题 发讯息给工作人员 第八个问题去掉了 我解了 这叫会听啊 我们以前 哪有人可以去问问题啊 自己学习 找几个朋友一起来购学啊 哪有时候可以问到老和尚啊 没有啊 但是也有问题啊 哎静下心来 听老和尚的经教 听啊听啊 哎差不多十五分钟左右啊 哎想通了 问题自己想通的 跟别人给的答案啊 那不大一样啊 哦 别人跟你讲啊 哦哦哦 听几分都不知道啊 你自己想通了 哎呀 若有所悟了 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啊 成德有时候回答问题 还没回答呢 讲了二十分钟的话 哦可能很多人说 这个成德法是搞什么啊 也不是赶快还有我 我的问题在后面 解不了了 赶快讲吧 哦 前面聊那二十分钟啊 是你能够在面对任何问题啊 可以运用 你思维的原理原则 有可能你掌握这些原理原则 你就迎刃而解了 那我们 辱世道的圣人 最擅长什么 归纳 你看佛一讲 身口意三叶 所有的行为都在里面了 厉害吧 你看师父讲了 菩萨四德 就讲了四点 那你菩萨 面对任何境缘呢 用这四个原则去处理 都能处理 任何事都能处理 都讲到这里了 那我看这个回答问题 也不用回答了 掌握这四个原则去处理就可以了 那可能我们在一起探讨啊 可能会用得更纯属 好 所以 这个老祖先啊 那真的是 主世道的圣人 他也有智慧了 他也会归纳了 随缘妙用 你每天遇到的不都是缘吗 甚至你做个梦也是圆啊 妙用啊 为什么 我做这个梦 日有所思 哎呀 我知道我放不下 哪一个点了 所以梦里都有啊 那你就得受用了 那你 你自己 做梦的领悟了 对峙这个习气了 你有心得啊 你就可以供养给别人了 哦 可能跟我们同时代的人呢 这些方面呢 都是比较放不下来 哦 那妙用 哦 这个妙就 不 不起情绪啊 你才能处理好事啊 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 你得定 静 安 你才能律啊 心要先安定下来 再处理事情 才妙得起来啊 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我一定要去给他说说 你这种状态就别跟人家讲话了 哦 哎 你真的体会到啊 谁缘可以妙用啊 你就不怕境界了 我们现在事情还没来 担心就来了 你怕他 不用怕人 不用怕事啊 怕什么 怕念头不对啊 处理事啊 处理事啊 不要搞复杂了 只管一个重点 管我的心 把心管好了 你在处理这个事的时候 你的眼神对了 你的言语对了 你的动作对了 他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修学的人 要越学越简单啊 不能越学越复杂 简单到呢 只有一句 拿摩阿弥陀佛 你说 那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怎么处理事啊 哇 你真的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啊 你就会处理事啊 为什么 你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你就应无所住了 妄念进不来了 事情一来 怎么来 你怎么应 你就而生其心了 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啊 心就清净了 越来越清净了 清净心身智慧啊 极耳常照啊 照就是起作用啊 静水照大迁啊 不要急着处理事啊 最重要的先要把心安定下来 要让心越来越清净 不要被是非能我利害得失啊 牵着 静不下来啦 静不下来啦 所以 这个师长 给我们分析了 念佛的念是精心啊 哇 那我们体会到了 我们去办事 都是念佛 都是寄功脸的 那这一个朋友 他问到了 这个 这个 早晚课啊 有时候都没做了 气馁了 法无定法 你这一段时间工作特别多啊 你要适度调整这个早晚定课 时间少一点 不然你一气馁了 又带着情绪了 当然啦 你调整的不是自欺啊 一调整的 抖音还看了不少 那这不应该调整啊 所以你看 这个大学还是要学吧 所谓 成其异者 物自欺也 你在那里 我最近工作多了 定课少一点吧 但你还在那看抖音啊 那这个你就是自欺啦 不能浪费时间才是 尊重自己的法神会命啦 自重啊 人家才会尊重啊 但虽然你可能念佛听经的时间少了 可是你在做事当中啊 心中要有佛法 你还是在念佛啊 你还是在道中啊 你在做事还是在行解相应啊 你做的时候都是用佛法在思维啊 你真的是这么干啊 你在做事当中是有法喜的 而且啊你一有时间啊 你就想听经 因为平常很少机会听经啊 有时间很珍惜啊 结果你一听经啊 很容易起关照 跟生活啊 就融在一起了 一听经 好像工作里的事想通了 或者一听经 应证自己那么处理啊 没有错啊 越听越有味道啊 可不能呢 听经的时候想着工作 工作的时候啊 又说哎呀真倒霉 都不给我听经 这个都是不能安住当下 这个都是不能安住当下 好像古代 有一个得道之人 有人请问他 你开悟之前怎么修行呢 那每天呢 这个挑水煮饭砍柴啊 那你开悟之后怎么修行呢 挑水煮饭砍柴了 这个人一听 没有什么不一样 以前为什么开不了物啊 砍柴的时候想着挑水 挑水的时候想着煮饭 煮饭的时候又想砍柴 我们听着这个故事啊 对照对照自己啊 好像有点像 那最后怎么能开悟了呢 砍柴的时候砍柴 挑水的时候挑水 挑水 煮饭的时候煮饭 行一禅呢 做一禅呢 语莫动静体安然呢 但任何时候 心都是安住的 都是用真心去对待的 所以师长 讲到了 我们 生活工作啊 都按照经典呢 这就是世心做佛了 具体实践啊 佛的心型 那当然呢 这个法门殊胜啊 在一切修行法门中啊 最极玄妙 只在平常老老实实 绵绵蜜蜜蜜 一句佛号接一句佛号 不要中断 自然就相应 啊 这个异行道就是啊 它容易 比其他法门容易 而且他修学的方法 不困难 而且任何时候都能修 哪怕人家不让你念 你也能修 啊 默念就好了 夏年居老居士提到的 念佛时啊 一切莫管 不要去想其他的事了 字句分明 一字一句念清楚 听清楚 品品长长老实念去 这就是用第一念 所以八十二页第四行说的 如同古德所说的 暗和道妙 就是相应的意思 自然相应 进一步开解 道就是我们的佛性真心 道就是似心做佛 这是我们的本觉 似心是佛 我的心本来就是佛啊 妙呢 暗和道妙嘛 妙是什么 就是似心做佛 我们这样做啊 就是似心做佛 我们明明明明啊 一句佛号接着一句佛号 就是似心做佛 深深唤醒自己啊 鸿鸣正章自性啊 似心做佛 而且是最快的方法 始本不离 无量光寿是我本觉 起心念佛 方明始觉 所以无量光寿就是似心似佛啊 是我本觉啊 起心念佛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开始觉悟了 无量光寿是本觉 起心念佛 起心念佛是始觉了 始觉 始觉 和本觉了 哦 哦 这样叫暗和啊 你看 和自然相合了 啊 这个叫暗和到妙了 哦 起心念佛 起心念佛 方明始觉 脱比一阵 显我之心啊 始本不离 直驱绝路 这直驱就是最快的方法了 所以大吉经啊佛说 这一句啊 阿弥陀啊 即是无上深妙禅 禅已经很快了 但是无上深妙禅了 那静朝 我们前面跟大家提过了 绝明妙行菩萨 静朝的人啊 他体会到的世间苦了 他发起初离心了 一声念阿弥陀佛 念了七天 阿弥陀佛现前给他说法 他入无身法人 就正德法身了 正法身就能成佛了 就能在十方佛国度 以佛身度众身了 七天啊 正无身法人 那观无量寿经上更厉害了 那观无量寿经还没讲完 韦迪西夫人 还有身边那些工女呢 正无身法人 所以这个法门啊 殊胜啊 所以你看师长说的 观经上讲的这两句话 非常重要的经文 我们做到了 功夫念的好的 念的纯属的 念念离念 就离忘念了 念念离忘念了 叫因无所住了 可是又一声又一声呢 叫俄身其心了 你看金刚经法身的境界 居然在老实念佛中现前了 所以将为农居士赞叹 词明念佛 暗和道妙 巧入无身啊 无身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了 所以即是行身般若 那我们念心经 行身般若般若密多使 这是理论啊 怎么实践呢 老实念佛 所以你懂得经论越多了 你再去读 静修节奥 第十三拜 六字统色万法 你念的很有感觉啊 最近在学习大学 讲了那么多理论 阿弥陀佛 怎样知子啊 阿弥陀佛 怎样定啊 阿弥陀佛 怎样静啊 阿弥陀佛 怎样明明得啊 阿弥陀佛 怎样清明啊 阿弥陀佛 受此广度生死流 佛说此人真善有啊 还是简单念阿弥陀佛 你看金刚经 云和应住啊 阿弥陀佛 住在这一句 我们说常住真心啊 这一句就是我们的佛性啊 我们的本心啊 明和降伏其心啊 阿弥陀佛 金刚经讲完啊 你看十三夜道经 昼夜常念思维 观察善法 令诸善法 念念增长 不容毫分不善见杂 你看 那就念一句阿弥陀佛 就不容毫分不善见杂 你懂了很多啊 你要下手处啊 那还是老实念佛 是最稳当 最妙的方法 最快速 也是最究竟的 所以 即是行生般若 无意念十相 跟念十相没有两样啊 哇 你看这句话 有味道了 你已经巧入无声啊 就无意念十相了 所以这个方法妙在哪 你说我们要十相念佛啊 要放下执着 放下分别 我现在一想放下执着啊 就想到 这个 尼亚加拉大瀑布 我每一次都要顿一下 因为在台湾翻桌 尼加拉瓜大瀑布 我现在要 我应该先路为主啊 以前都是 就想到 哇 这个才九百多公尺啊 挺吓人的 那四十里怎么办啊 怎么断得了这些见识烦恼呢 而我们只是啊 以凡夫心来念 从有念 入无念 以凡心 入佛心 你说 直接无念而念 我们凡夫做不到了 从有念 入无念 一生接一生 时间到了 功夫到至色通了 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了 海贤老外上表演给我们看 他入这个境界了 从凡心啊 入到佛心了 所以 无意念十相了 跟十相念佛 一样的境界了 所以四顾 接下来这话很重要 四顾啊 能灭重罪啊 能消 重业啊 所以 慈明念佛啊 能灭重罪 能消重业 我们过去心生 造再多的业不怕 只要肯老实念了 观无量寿经告诉我们 真心念了 灭一生灭八十亿劫 生死重罪啊 而且啊 我们安住 哪怕过去啊 造了业 烦恼即菩提啊 学佛要会转念啊 以前造的业很多啊 亲戚朋友都知道啊 你老实念啊 你的身心 家庭都变化 那让他们都跌破眼镜了 那你以前那个一转不就也是 也是法源嘛 俗话有一句讲呢 浪子回头金不换啊 那浪子以前也是造业啦 可是他一个觉悟过来了 恶都断掉了 哇 认识他的人通通佩服了 通通可能都念佛啦 信佛啦 都有可能啦 所以不能为过去的事啊 懊恼 沮丧 一转就是菩提了 尤其张家大师又提醒我们 什么叫忏悔啊 后不再造啊 你过去错误的 一而再 再而三想啊 那就又造一次业啦 阿赖耶稣又落一次啦 所以真正要忏悔念佛最好了 多念佛啊 啊 这些 清空啊 清干净啊 过去这些拉拉扎扎的东西啦 好 哦 所以 念念 离 念 离忘念啊 功夫成片啊 就是古人所讲的 以凡夫心 入诸法实相 入佛心了 入实相了 那这里师长说了 在其他的 法门 其他宗派里啊 要达到 以凡夫心入诸法实相 很难 都是要从见识烦恼 见获八十八品 失获八十一品 好 要放下 再要放下分别 分别叫沉沙烦恼 这个词我们就知道太多了 沉沙 好 然后把分别放下了 再还要放下 起心动念了 才能入 诸法实相 但是这个 方法可以暗和到妙 可以即是行身波了 可以入 诸法实相 好 所以 这是非常不容易达到的境界 唯有念佛法门呢 最容易 所以如来 所以心出世啊 唯说弥陀本愿海 这是善导大师讲的 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在来的 所以善导大师讲的是阿弥陀佛讲的 佛出现在世间呢 就是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 介绍西方世界一正庄严 我们 举一个例子啊 就可以体会到了 是吧 是吧 华藏世界啊 你用其他法门呢 归宿啊 华藏世界啊 那华藏世界的法王子 普贤菩萨 啊 普贤菩萨 劝四十亿位法生大师 求生极乐世界啊 那我们世间都说 别走弯路 是吧 那 到了华藏世界啊 普贤菩萨再劝你来一起到极乐世界 那我们干脆直接到极乐世界不就好了吗 而普贤菩萨是最高的啊 菩萨不修普贤行 不能圆成佛道啊 而且四十八院 我们前面一院学到了 诸佛称探院啊 佛是老师啊 老师的心愿是什么 希望学生赶快成就啊 那这个老师会不会 希望学生赶快成就 但是要在我身边 那这个老师我看靠不住了 为什么 有点控制了 是吧 要随缘呢 他发现了 哇这个学校成佛最快 他推荐学生去那里读书啊 所以 假如 极乐世界成佛的速度啊 没有滑上世界快 那 普贤菩萨把人推荐到极乐世界去了 到时候会被人家骂啊 我本来在那里好好的还比较快 你怎么把我介绍来这里更慢啊 那普贤菩萨不干这种 我会被人家骂的事情 那可能有同修说啦 有时候我们也会冒一些念头 那 那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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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求生极乐世界啊 冒这种念头啊 这个就是平常很喜欢想事情的人 冒这个念头出来了 极乐世界是学校啊 释迦牟尼佛已经毕业了 毕业了干啥 毕业了度众生啊 他有他的教化区吗 当然了 你到极乐世界还是看得到释迦牟尼佛 起作用了 我还是挺怀念释迦牟尼佛了 是吧 你一集一切啦 到极乐世界一生一切生啊 你一念情遍尤十方佛果啦 所以这种 华严的境界 一集一切啊 你一生一切都生啊 而且 偶尼大师还把我们开了一个 这个 大秘密 是吧 什么秘密 释迦牟尼佛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 没有他老人家开出来 我们每天读啊 没看到啊 我于五浊二世 行此难事 得阿那多罗三秒三不提哦 你看 讲得明明白白 但是呢 却是被偶尼大师给我们开出来了 嗯 嗯 然后再为一切世间说此难性之法 嗯 那释迦牟尼佛他 涅槃啊 他那个涅槃的表法是什么 啊 于此中下 而现灭度啊 那众生啊 有警觉性啊 哦 不能 哎呀 释迦牟尼佛寿命那么长 明天再去吧 明天再去吧 最后被无常给吞啊 释迦这个涅槃也是慈悲啊 点化众生呢 要珍惜佛法 哦 哦 那 这个 佛出现啊 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 介绍西方世界一正庄严 因为众生业障太重啊 跟他讲念佛做佛啊 他不相信 所以才讲 他能相信的法门 才说出无量无边法门 那这个就让我们感受到 佛 柔软慈悲啊 他不强迫众生啊 众生说我修这个禅 我很习惯啊 我一定要修禅 佛也满他的愿啊 过去生修学都有 过去生修学都有 这些修学的习气在啊 不强迫众生 那是对不能相信念佛法门的众生所说的 能相信这个法门的是第一善根啊 无量寿经说 无量寿经说 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 当然大家听到这里是珍惜 因缘啊 这是供养无量诸佛才遇到的因缘啊 可不能听了第一法门 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啊 出去遇到学佛的人 我是第一弟子啊 哇那那 本来 这一句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啊 是把我们的 使命感责任性提起来了 结果我们不善学 把提起傲慢出来了 第一弟子是处处要表法啊 这叫第一弟子啊 就像经上讲的 过去生中啊 行菩萨道 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 才能相信 就经文说的 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死 当有众生植诸善本 这个是指末法了 是正法以后的众生 应该主要指末法 当有众生植诸善本 以成供养无量诸佛啊 有比尼来如来 加微利固啊 所以我们闻到这个法门也不容易呢 无量诸佛加持啊 不然我们身上的业也是很重的啊 有他们的加持 我们能闻啊 能修学 能念佛啊 能得如是广大法门 摄取受持 念佛的时候就是设佛的功德啊 为治功德啊 这是果地门啊 他立派果教门啊 我们从果起修啊 集修集果啊 好好老实念啊 无量节来 稀有难逢之一日 掌握住了 万修万能俱 好 今天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